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根本就是从太平洋的那个对岸搬到这一岸来 所以这个搬家其实是非常艰巨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任务来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注意的 比如说你从中国或者从台湾从香港其他任何一个原来居住的地区 搬到美国这样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那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你去了解 诸如此类 那现在美国政府管得很严 就是海外的资产 海外的银行账户 那所以这些海外的资产 海外的银行账户 到底怎么样去向美国政府报备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到美国之后并没有赚钱 那这些钱从哪里来的 所以这个资金的来源要报 那还有呢就是海外的这些收入我们还继续有的 比如说有的人虽然移民来了 但是实际上呢还在原来的居住的地区或者国家 还在继续的做生意 继续的工作 所以还有很多收入 那么这些收入该怎么样去报税 再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来了美国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做此三空 所以呢还有的时候还会去做投资的 那这些投资不外乎包括房地产的投资 生意的投资以及其他的固定收益 比如说像银行存款或者一些基金的投资 那么这些投资呢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避免哪些问题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把辛辛苦苦赚了的钱呢 都从原来的国家带到美国来了 可是到了美国之后 这些财富怎么样转移给下一代 太多诸多的问题 都面临着我们去对待的 是的 确实这些问题都是大家在拿到绿卡之后 一定要关注的问题 并不是说拿到了绿卡就万事大吉了 对对对 黄警师我想其实我们很多这个观众非常 我想他们可能拿到绿卡 首先就是想要请教您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像有一些在援助国的一些这个房产啊 股票 这一些一旦移民到美国之后 到底要不要向这个美国政府来报备呢 好的那实际上呢目前呢大家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一个叫做FBAR 也就是说叫银行账户或者财务账户的一个报备系统 Report的这样一个系统 还有一个呢就是2014年7月1号马上就要生效的一个FACAT 也就是说海外账户遵从法 那这两个法律呢实际上在有些地方是交叉的 有些地方呢是各有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在移民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就是说认为美国是全球资产都要报税的 实际上在报税的时候有很多报税是不一样的概念 那要看什么样的税 比如说收入所得税 那收入所得税 假设你在我们举个例子 在中国你还有一栋房子 那那栋房子呢没有任何的来源 没有任何的资金的收入 所以不管是FACAT还是FBAR 这种实实在在的资产呢是不需要报备的 可是如果这栋房子在中国大陆是有收入的 那么这个收入部分呢在FACAT里面是要报的 因为有收入 可是这个报只是报 那至于税要怎么报 那是另外的收入所得税的法律来管这一块的 可是如果这个钱你在收入之后 没有存到中国大陆 立即把它汇来美国 那么在FBAR里头呢又不属于要报的范围 所以海外的这个资产或者收入 到底怎么样子报 受不同的法律的规范 那我们在这里呢大家要了解 FBAR是管银行存款跟财务账户的 那FACAT呢是管资产的 尤其是管金融资产 所以这两个法律呢可能有的时候同时都要报 很简单你在银行存款 有五万块钱那这两个法律你都要报 可是如果你在国内只是有一个公司 那你拥有这个公司的一部分这个股份 那FACAT是要报可是FBAR不报 所以非常的复杂 那你来到美国之后你的第一件事情 就要找一个会计师来咨询国内这些财产 哪些要报哪些不报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是黄女士 我记得在这个之前几期节目当中 你们都是一直在强调说像这个资产来源的重要性 这样非常的清晰 这一点应该怎么来证明呢 对资产的来源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呢 因为都是从原来的居住国挣了很多钱 存了一笔积累了一笔财富 那希望呢把这笔财富要带到美国来 所以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移民前的时候 你最好是有一个资产的这个清单 那么这个清单呢 你去移民的时候就应该报备给美国政府 说这些财产都是在我移民之前就已经赚了的 那我现在呢只是需要把这些财产呢 转移到美国来 所以在移民之后 如果大量的资金进入到美国 你自己一定要清楚 这笔钱的来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一定要是说得清楚的才可以的 是另外像在这个原住国的这些收入 要如何来处理呢 对原住国的收入 这也是一个误区刚才我讲的 很多朋友认为 我只要美国移民美国了 那所有的收入都要报税 资产也要报税 所以呢这个 那我最好不报 所以这样一来 很多朋友在做的时候 都是胆战心惊的 实际上如果你了解美国的税法 那你遵法守己呢 还是有很多这个福利 是可以对这些原来居住国的这些收入 是有优惠的 那现在美国的这个法律规定是说 如果你在原来的居住国 就是海外的收入 大概像今年2014年的话 是在9万6千多 也就快10万块钱 这些都是免美国所得税的 所以你在海外有收入没有关系 可是你要报 你要让美国人知道 美国政府知道说 你在海外是有收入的 还有一点呢 我们还有很多朋友 来了美国 但实际上虽然拿了绿卡 但人长期在中国 或者其他地方工作 或者做生意 那6个月呢 可能他会想到进来一次 在进来的时候 移民官会问他 你为什么还要这张绿卡 你竟然长期住在你原来的国家 你要这张绿卡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如果说 你在这里有报税 那你即便是在国内 或者其他地方 待的时间长一点 那你还有一个理由说 我是征集守法的 我每年都在美国报税了的 所以呢 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记录 对你的入境来说 也是比较好一些的 对的 是是 我想听到这里 大家可能最关心的一个就是 我知道你也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到底如果说 从援助国要把这个资产 转进美国的话 正确的做法应该如何来做呢 正确的做法 我们刚才提了 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说 你原来这笔资金 或者来源是什么 那而且呢 如果在你移民之后 你要把这笔钱转入美国 那你就是要说清楚 这笔钱 你原来在这个移民之前就已经有的这笔资金 或者是一栋房子 你把房子卖了的 那那栋房子是在你移民之前就有了的 所以这栋房子卖了之后 那你这笔资金当然要进入到美国 还有一部分呢 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海外如果有朋友或者亲戚 或者家里的人资予给你这个钱的话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来源 比如说你自己的父母 那你自己的父母原来拥有的很大的房子 那现在呢把这栋房子已经卖了 那这笔资金呢 可能它会资予给你的 因为是海外的资产 资予给你的时候 那按照美国的法律呢 海外的这个外国人把海外的资产 在资予给你的时候 10万美金以下是不需要报的 超过10万美金以上 那在这边接受的人呢 是需要向美国国税局报 可是只是一个报备 并不需要交税 无论争议多少给你 都不需要交税的 所以这是最好的一个来源 所以这点大家可能也要注意一下了 今天非常感谢黄女士 给我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度广告 广告过后呢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感谢回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特许财务顾问黄海定女士 来谈一谈在移民后 需要做的一些资产规划 那黄女士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像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旦拿到这个绿卡 接下来就是说 要在美国好好地安顿下来 那在这个时候 您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对的 实际上来到美国这样一个 就不属于你自己的这片土地上 你要开始很多的新的去适应 那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不能在这里做此三空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 原来从居住国 原来的居住国家所赚了那笔钱呢 要在美国进行投资 那投资的时候 肯定有很多问题 那现在目前最简单 也最容易让大家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做房地产的投资 那房地产的投资 在整个投资过程当中呢 我们有很多新的移民呢 不了解情况 那就说在投资过程当中 实际上有很多责任 比如说你买一栋房子 那这栋房子你可能会出租 给别人去住的 那当出租的时候 这个租客在里面发生任何的意外 他都可能会告你的 所以在美国呢 那我们首先要考虑在投资过程当中 要做好你的资产的保护 当然各类的保险一定要做 如果是你有这个 做房地产的投资的话 那房屋的这个责任险 你肯定是要买的 其中还有一个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成立一个LLC 也就是说请律师帮你做好 这样一个这个有限责任公司 那真的当这个房子 发生重大事情的时候 当这个你的责任险不能赔付这个责任的时候呢 不至于说让你倾家荡产 让你全均覆没 因为这种房子的责任只到这种房子为止 所以这是在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那还有一些朋友呢 可能会去做一些其他的投资 比如说股票啊 或者基金的投资 那你必须要对美国整个经济有所了解 而且呢你一定要有一个合适的这样一个财务规划师 或者会计师 有一个律师团队来跟你一起合作 或者给你更多的资讯 也就是说你要了解美国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朋友哈 来了美国呢 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 就是买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hotel 那买下来了之后呢 他不了解美国的法律 那他把这个里头啊 不是华人的 不会讲中文的人 全部把它开除了 因为不方便嘛 他自己英文不好 可是他没有想到呢 在美国实际上呢 你不可以随意开除员工的 尤其是不可以种族歧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会计师也好 律师也好 都参与进来要去帮他 如果在事先他就了解这些 了解美国的法律的话 那就不至于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对 是是我记得刚才 黄女士您强调说 这个资产保护是非常重要 到底这个具体 我知道很多这个观众朋友 可能在这里面有一些误区 觉得说好像不等到事情发生了 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去购买 这个相关的一些保险 是 为什么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呢 对 所以所谓的资产保护 也就是说 对你现有的这些资产 怎么样去保护它 刚才说了 我们开公司 因为我们不做磁三空嘛 所以我们来到美国一定会开公司 或者是做投资 在开公司的时候 你要了解美国有很多保险 你是必须要做的 比如说你请了员工 你就必须要买劳工险 那这个是对你的这个所谓的投资 进行最好的最简单的一个保护 那你如果是在美国开一个餐馆 那你首先要买的是什么呢 你的餐馆的责任险 有人来吃了你的东西 不至于拉肚子 或者拉了肚子之后 有保险去这个cover它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 买了房屋一定要买责任险 那所以呢 这个保险在美国 是生活的必备的一件事情 要去做的 也就是说保险是最简单 而且经济效益呢 也是最高的去保护你的资产 当然我刚才也提到 用其他的法律的手段 比如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LLC 限制这个责任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说 你要懂得美国的法律 哪些事情是要做的 哪些事情你必须要了解的 而且是在开公司做投资之前 一定要去咨询的这样一些事情 是的 是 主黄女士 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像我们这个华人朋友 通常都是非常注重自己的这个财产 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的 在这一方面 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呢 当然是这样 因为我们在原来的国家 原来的地点 我们积累了很多的财富 我们辛辛苦苦积累 积累来的这个财富呢 到了美国之后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更完善的 最大化的传承到下一代去 所以在美国有很多 这个金融工具是可以去利用的 或者有些法律工具 是可以利用的 比如说申请信托 那申请信托呢 也就是说 它起到的作用 最大的作用 就是让你的所有的财产呢 在你过时之后免于这个银行的这样一个 对不起 这个法庭的这样一个认证的这样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当夫妻双方都不在的时候 这栋房子如果没有一个申请信托的话 可能需要经过法庭的这样一个漫长的一个认证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在美国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财产传承的这样一个工具 是人寿保险 如果你的资产有1000万美金 那我们挑出这个100万美金来 再做另外一个1000万美金的人寿保险 当你的资产就最大化了 马上就变成2000万 所以呢 人寿保险在这个财富传承过程当中 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呢他如果设计得当 跟不可更改的人寿保险信托 在一起运用的话 是解决这个遗产税的一个最佳方案 所以这是怎么样让你的财富更大化 更能够保证安全的传承到下一代去 是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是是 黄女士您看在我们这个节目最后 您还有没有对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 关注朋友们一些这个在移民之后的 这个资产规划方面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好的在移民之后 当然我们每一个朋友在移民的时候 多多少少呢都带了一些资金来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孩子也带来了 那么这个资产的规划 除了你这一代人要了解以外 你很有义务让你的孩子也了解 在美国征绩手法 而且呢一定要了解美国的这个税收制度 你要了解在美国要继续报税 或者说一定要合法的去报税 才是真正在美国立足的这个根本点 那我们现在其实报税很简单 那你每一年一定要至少报四个点 也就是说1200块钱一个点 那每年报四个点呢 你十年之后才能够享受美国的这个医疗福利 很多人说我来了美国十几年 因为我没有在美国赚钱 所以我从来不报税 那我们现在认为是说 来到美国一定要做一个 征绩手法的合格的报税居民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 今天非常感谢黄女士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许财务顾问黄海滴女士 来谈一谈在移并之后的一些资产规划的 相关的重要性 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投影时间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